油性肌的夏季困擾白白种 有粉刺痘痘 也有可能是肌肤干的发黄 无油的保湿爆水霜 让你的肌肤油水平衡 滴水不漏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常常两颊过干 T字过油的人请举手 像我自己就是油痘肌的困扰 已经这样子过了好几年 油油干干的日子了 想要夏季清爽 保湿无负担 八款无油脂的保湿霜 你一定要跟上哦 第一款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KELSE的冰河糖蛋白的 无油保湿凝冻 其实这一款是他们家 就是非常夏季热卖的产品 每到夏天很多人 就是喜欢比较清爽质地的保湿霜 都会去选择这一款 那男生其实也很适用 这一款保湿凝冻啊 它打开来 其实里面就是那种凝冻 透明的凝胶型 那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啊 其实一擦上去 就是很清爽 很凉爽的感觉 因为很多油性的皮肤 最怕擦到这种乳霜 就是有点油腻厚重 闷闷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透 其实擦起来有点像擦水 可是它就是很清爽 然后同时皮肤表面 会有点润润的质感 那它每年夏季都非常的畅销嘛 今年夏天 它还推出了一个这个 鲜合金的一个 按摩的一个 金属的刮棒 那这个金属刮棒 因为它的一个材质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之前 把它放到冰箱 然后如果夏天很热拿出来刮 就是取用之后 直接在脸上 这个做一些冰镇的按摩 其实你夏天的肌肤 就会非常非常的凉爽舒适 我们通常制作这种保湿乳霜 它最基本的原料就是水 油 乳化剂 安定剂 增稠剂 还有一些营养的保养成分 大部分如果无油的保湿霜 都是利用合成纸 或者是细菱这样的成分 来取代油脂 那这两个成分来取代油脂 其实擦起来 就会让你的皮肤比较清爽 而且有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雾面的效果 让容易出油的人的肌肤 会表面上会变得比较雾感 这样子出油的效果 也会比较不明显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瓶身上面 有这个Oil Free的这个字眼 大部分就是完全不含油脂的保湿霜 可以让那些油性的肌肤 擦起来比较清爽无负担 第二瓶是这个Bobbi Brown 今年新推出的这个 乌油的保湿乳霜 也可以让油性肌肤 拥有令人称现的爆水肌的感觉 那这一瓶乳霜 我最近也是蛮喜欢它的 它打开来啊 里面啊是有点就是 半雾面的质地 就是好像不是那种滋润感很强 可是你擦起来啊 它的皮肤就是 有点润润的效果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它的味道 因为它就是有点 薰衣草的这种植物的清香 擦完之后就有点疗愈的效果 那它这个啊 除了保湿之外啊 它还加了一个益生菌的成分 也是最近蛮多保养品在用的 那这个益生菌的成分啊 其实就可以帮你维持 你肌肤表面的一个菌种的平衡 而且会让你的皮肤有一个保护的防御网 如果有化妆需求的人啊 在夏天擦这一瓶保湿乳霜是蛮好的 而且它不含细菱还有酒精成分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又是敏感肌 也非常适合使用 第三罐呢是这个粉红色的 茜碧的水池藏保湿凝胶 我想如果说是保养达人的话 应该都知道茜碧的这个保湿系列 它已经是一个长青热卖款 我大概十几年前吧 就已经知道它这个产品非常好 那我自己也曾经使用过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那它打开来啊 其实里面是一个 就是粉红色的透明凝冻状 它经过了升级版的改造 它现在标榜可以保湿72个小时 如果你的皮肤很油又有很干的困扰 或者是夏天啊 长时间待在冷气房 其实两颊这边是真的很干 所以其实你擦它真的非常好 另外啊就是水磁场的这个保湿凝冻 还有一个妙用 就是因为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拿来就是湿敷一下 厚敷一下 就是如果皮肤很干 厚敷个五分钟把它擦掉 或者是把它推掉 其实皮肤的保湿效果会很好 所以水磁场的这一个凝冻 是夏天油性肌肤的万灵丹 最后这一支啊 是来自希腊的 APIFITA的无油保湿霜 那这一支啊 我觉得也蛮值得介绍的 因为它们是进台湾之后啊 就是已经立刻冲到明星宝座 那它们家的产品啊 其实我也送了一些给同事用 每次同事的回馈都说 欸其实它们家的东西真的很好用耶 擦起来啊 这个效果也蛮舒服的 它挤出来啊 其实是那种乳液 就是完全是不透明的乳液 那可是其实涂抹之后啊 其实很快它就变成透明的 很快就涂开来了 然后擦完之后啊 你会觉得 它其实之后在皮肤上面 是呈现一种淡雾面的质地 所以通常这种无油的保湿霜 其实因为是做给 游性朋友的嘛 所以游性朋友就希望 自己的皮肤看起来不要那么油 所以都会有点雾面的效果 另外啊 它的味道其实非常的好闻 就是有点点淡淡的花香 然后它里面还有97%的植物成分 所以喜欢天然植物成分的 油性肌肤朋友 可以选择这一款 除了无油保湿霜 其实你还可以选择 轻油脂的保湿霜 像有一些混合型肌肤的人啊 它的皮肤其实没有那么的油 那就是它还是需要一点点 轻直的油感的保湿霜 可以在它的肌肤上面 有点保护的效果 像我们夏天啊 如果在冷气房待上8个小时 水分会流失400到500cc 就是大概是一杯手摇饮料的容量 所以如果你夏天不做好保湿 让水分不被冷气房蒸发掉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选择轻油感的保湿霜 也是非常好的方法 第一个啊 我介绍很适合油性肌肤的这种 又有点轻油脂的保湿霜 就是这个迪奥最新推出的精华凝乳 那它这个包装蓝绿色 很清凉的效果 里面有含有大量的玻尿酸 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湿成分 这款保湿凝乳啊 挤出来其实是就是 很像就是有点半透明的凝胶乳液 可是它含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 叫做血雾的一个技术 所以你擦完之后啊 就是擦完之后 其实在你的脸上 是完全完全很像 才刚吸完吸油面纸的那种 雾面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可以把你的油光立刻的去除 可是它又可以深度的保湿 那因为这一支呢又做成这种软管状包装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随身携带 如果你是混合机 妆脱了想要补妆 在补妆之前擦上它 就有一点点吸油面纸的效果 可以让你的油光去除 然后顺利补妆 所以这一支 清油感的保湿凝乳也是非常好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个 清油纸的保湿爆水霜 就是碧尔全的这一款蓝色的保湿凝冻 它其实有一个很厉害的昵称 叫做蓝水袋 就是呢它就是给你的脸上 非常非常多的水分 让你的肌肤赶快爆水 那它打开来其实也是一个凝乳的质地 那它其实是针对比较稍微粗熟鳞的肌肤 等于说它不只给你油 它也给你一些很 就是可以让肌肤烹痰润的一些成分 所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就是很饱满 同时保湿 那这一款啊 我觉得也很适合男生使用 因为它的这个味道蛮疗愈的 而且男生应该都不喜欢脸上有一种太油腻的感觉 它擦上去也是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所以很适合夏天想要清爽的皮肤的人使用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ESOP的这个秘境保湿乳 它其实是针对敏感肌的一个保湿乳 它也是标榜就是很清油 那这个其实很多敏感性的肌肤啊 就是皮肤会有点燥热发炎的感觉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现象啊 你使用它的话 它其实可以给你的肌肤立刻有点镇定舒缓的效果 那就是敏感肌也很适合使用 像我有个同事啊 他就是在去年上市的时候就爱上它 那他自己会觉得说 它的皮肤是属于混合性嘛 所以夏天的保湿霜 希望就是很清爽 无负担 那这一款他就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问他说 那你觉得它的保湿效果做得好吗 他说他做得很好耶 因为他虽然很清爽 可是他的皮肤有被包覆的感觉 有被保护的感觉 所以他大概 他跟我讲说他大概用到第三罐了 现在还要赶他去回购囤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 然后你又有点混合肌 需要轻盈的保湿霜 这一款也是一个好选择 接下来我要介绍 这个Cicely的黑玫瑰的水凝霜 像我自己的肌肤啊 其实可能不是单纯的缺水问题而已 我有时候还是要补充适当的油脂 然后再维持肌肤的坦润度跟蓬感 那如果有这样肌肤需求的人 我觉得很适合使用这个Cicely的这个水凝霜 因为他里面加了这个黑玫瑰的精油跟精露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你不会有那种使用油的那种油脆感 同时间呢 在夏天也可以有维持肌肤的清爽度 打开来它是一种凝霜的材质 那涂开来它非常的好涂 那因为它是黑玫瑰系列嘛 所以就保有它黑玫瑰的这种 玫瑰精油的味道 那它的价钱虽然贵了点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不喜欢瓶瓶罐罐涂涂抹 尤其是在夏天不喜欢涂那么多层的话 其实我觉得洗完脸 擦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保湿的水感 同时又有一些乳霜的滋润度 跟一些营养 那我觉得这一瓶非常非常值得投资哦 以上就是我介绍 非常适合夏天油性肌 有无油的保湿霜 跟清油脂的保湿霜 你自己喜欢哪一款呢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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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